重阳兵变 作者 金夫子 播读 夏秋年 第六十三章 团和阅兵 城楼惊魂 江青的车队于天亮时分悄悄抵达北京南郊大兴县团和农场 这里原为清王朝团和行宫 也是清王室的皇家猎场 一马平川 地阔万寝 原先林木参天 河渠纵横 胡塘密布 珍禽益寿 栖息繁衍 王子皇孙月马扬鞭 民国以后 行宫败毁 文物碑刻喜结一空 毕日农阴采伐殆尽 河渠胡塘干涸 飞禽走兽绝迹 默默荒原 满目疮痍 大风沙尘肆虐 暴雨泥泞泽国 1949年后 人民政府在这里办起国营农场 压解数千名劳改犯人种粮种菜种瓜果 兼养鱼虾水产 鸡鸦猪羊 供应北京城里中央部委机关食堂 文化大革命以来 奉行毛泽东教育要革命 学制要缩短 大学要迁离城市的最高指示 清华大学在团和农场办起分校 师生们边劳动边学习边改造思想 走所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道路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持群事先得到信息 先行赶到分校 组织师生员工数千人 排成一公里长的队伍 从分校外墙直到校园内教学楼 热烈欢迎中央首长江青同志光临 江青见这么多师生起大早 排出这么长的队列 家道欢迎他 也就早早的下车步行 朝两边挥着手 一边扯起嗓子喊 同志们早上好 师生们欢呼雀跃 首长好 江青喊 我代表党中央 中央文革 看望大家来了 师生们喊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持群和清华大学党委一班子人 没想到江青同志会提前下车步行尽孝 赶忙一路小跑过来 人人气喘吁吁 个个面红耳赤 簇拥住江青同志 敬礼 握手 请安 问候 江青拉住持群的手不放 小持呀 你倒是消息很灵 动作很快呀 大清早的组织起人马 还是清华的革命师生对我有感情了 持群表决心式的左手握拳 举平肩头 咱们清华大学三万名师生员工永远和首长在一起 战斗在一起 胜利在一起 江青说 还要加上一个团结在一起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持群摘下军帽 是 我们要团结在首长周围 服从命令听指挥 首长 是不是先到小红楼休息 下午再安排节目 江青姿态优雅的晃了晃脑袋 略带批评的口吻说 看到同志们这么热情 你以为我休息得了 我很高兴呢 精神好着呢 有什么节目 小池你们就尽管安排 不要怕累了我 中午过后补上一觉不迟 持群转身和人嘱咐几句什么 即有军人跑步离去 布置什么去了 持群则请示江青同志 首长 那就先吃早点 再检阅分校民兵团的演练 江青扬扬眉头说 好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你们民兵团演练 学农 学工 学军 当前主要的是学军式练本领 分校小食堂替中央首长及随员们准备的早餐为素菜包子加鱼肉馄饨 馄饨极鲜美 是后勤人员连夜从鱼塘捕捞上活鱼制作成 一向讲究节食养生的江青竟吃下两小碗 素菜包子也吃了一个 极对他的口味 连说很多年没有过这么好的食欲了 用过早餐 江青在池群等人的簇拥下来到分校大操场前的露天主席台上 正值旭日东升 霞光万道 薄雾平铺 天上地下万事万物 皆染上金红璀璨颜色 真是喜气浩荡 祥瑞无边了 但见两千余名男女学生民兵 屹立于霞光薄雾之中 以四营十六连为单位 组成十六块方阵 气势雄浑 方阵之中 人与人之间各自拉开两米左右的距离 纵横整齐 朝阳下 一人投下一道光影 如同朝着同一方向斜插下两千余根黑灰色铁柱 铁柱们鹤枪实弹 慕勇棋子一般原地踏步 隐行高歌 齐唱毛泽东的《为女民兵提照》 撒双影子五指枪 书光初照颜兵长 中华儿女多气之不 爱红装 爱武装 中华儿女多气之不 爱红装 爱武装 《女民兵》为江青六十年代一幅摄影作品 毛泽东颇为欣赏 提下绝句赞扬 后经作曲家朴曲 在全国居民中广为传唱 毛泽东给江青的另一幅作品《庐山仙人动照》也提过一首绝句 名为《为李进同志提庐山仙人动照》 李进及江青之化名 也被谱成革命歌曲 称为革命教材 果然 持群为讨江青同志欢心 也是借以表达忠诚感情 特为安排民兵团齐唱过《为女民兵提照》后 接下来在隐行高歌 为李进同志提庐山仙人动照 牧色苍茫 看惊悚 看惊悚 乱云飞渡 仍从容 天生一歌 仙人动 无限风光 再仙风 主席台上的大小官员们也都跟着民兵团的千人大合唱 放开嗓门吼着 台上台下 高歌一体 江青看在眼里 听在耳里 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这场大吼唱 心里那受用 欣慰 直如干渴中畅饮干拳了 吼唱完毕 民兵团开始演练刺杀 两千兵员各持刺刀闪亮的七四形半自动步枪 动作整齐划一 刷的向右跨出一步 猛的刺出一刀 同时吼出一声 刷 收腿 刷的向左跨出一步 又猛的刺出一刀 同时吼出一声 刷 收腿 刷的向后退一步 再猛的向前刺出一刀 再又吼出一声 刷 紧接着是连续向前三步 连续刺出三刀 连续吼出三声 刷 刷 刷 演兵场上一时间尘土滚滚 枪刺闪闪 龙腾虎跃 杀声震天 直看的人眼花缭乱 心跳气喘 血脉糞张 江青越看越激动 越看越觉得带劲 第二武装就是好 好得很 在旁的持群察言观色 揣摩上意 看样子江青同志想向民兵团发表讲话 便对一名军代表吩咐一句什么 那个军代表立即走到广场喇叭前 宣布命令 下面请注意 下面请注意 暂停演练 改变队形 列作十六路纵队 接受中央首长检阅 接受中央首长检阅 台下十六块方阵立即停止刺杀 像古代战争影片那样迅速变换队形 很快形成十六路纵队 初时弯曲如十六条长蛇 瞬间即列作十六道直线 齐刷刷的斜端着枪 迈起正步 一二一二一的朝主席台前走来 刚才那名军代表走到江青面前 立正敬礼 报告 请首长检阅 做指示 江青还礼 随即迈开轻快的步子 腰只鼻挺的站在台子的正中央 对话立住式麦克风 柔和的声音微微发颤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台下两千男女民兵齐声回应 首长好 首长辛苦了 江青说 刚才看了你们的操演 我很兴奋 很为你们骄傲 自豪 现在我要问同志们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 有三句重要的话 你们还记得吗 两千男女民兵按着节拍 齐声吼叫 吼声响彻天地 照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江青高声说 同志们 大家知道的 毛主席已经离开了我们 眼下到了执行毛主席遗嘱的历史关头 我作为毛主席的夫人 战友 学生 想听你们在海上一遍 好不好呀 应江青同志的要求 两千男女民兵再次按着节拍 再次齐声吼叫 照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照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照之即来 来之能战 风云为之变色 大地为之颤抖 江青说 好 好得很 谢谢同志们 现在咱们党 咱们国家又面临一次生死存亡的大决战 国外的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 国内的地富反坏又阶级敌人 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右倾复辟势力 趁着我们毛主席去世 我党我军失去伟大领袖 伟大统帅之机 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 形势空前严峻 斗争空前尖锐 局面空前复杂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 工人阶级 皮下中农 干部群众 一定要时刻睁大眼睛 提高警惕 准备战斗 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要粉碎他们的反革命政变 反革命复辟活动 同志们 我再问问你们 在这场两个阶级 两种路线 两条道路的生死搏斗面前 有没有夺取胜利的信息呀 两千男女民兵齐声回答 敌人必败 我们必胜 敌人必败 我们必胜 江青说 好 听到你们坚定的回答 我很受鼓舞 我和你们是息息相通 命相连的 这次我来清华分校不是来视察 来检阅 而是来和同志们 革命的师生员工们一起欢度国庆节的 你们欢迎不欢迎呀 两千男女民兵齐声回答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江青说 好 下面请你们的校党委书记 坚定的革命左派池群同志讲话 池群先向江青同志立正敬礼 再向台下的民兵战友们行举手礼 之后对着麦克风说 同志们 战友们 中央首长江青同志 百忙之中来到我们清华大学团和分校视察工作 并且要和我们一起欢度国庆节 这是党中央对我们的最大关怀 中央文革对我们的最大爱护 江青同志给了我们最大的幸福 这里我还要向大家报告三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是过了国庆节 也就是10月9号 召开我们盼望已久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 产生出我们党 我们军队 我们国家的最高领袖 这位最高领袖是谁呀 大家心里有数 我就不在这里说了 第二个好消息是三中全会之后 紧接着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产生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毛主席已经在他的遗嘱中指定 以保障我们的党不变颜色 军队不变颜色 国家不变颜色 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毛主席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让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三个好消息是比较生活化了 为了改善和提高我们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国庆期间的伙食待遇 江青同志特意从毛主席的著作稿费中取出一笔钱来 吩咐学校后勤处去买30头大肥猪回来 十五头送学校本部 十五头留我们团和分校 江青同志要亲自和我们一起包饺子 炖红烧肉 唱样板戏 欢度国庆 执群极富鼓动激情的一番话 使得台上台下的师生员工及军代表们激动万分 纷纷高呼 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央文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江青同志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万万岁 九月二十九日 三十日 十月一日 三天两晚 江青都留在了团和分校 果然分别去了三间学生大食堂 一间教工食堂 和师生员工们一起包饺子 唱样板戏 看毛泽东文艺宣传队的演出 他甚至表示 要不是中南海的工作丢不下 党中央也不可能同意 不然他真愿意长时间留在团和 这里的空气清晰 水果蔬菜鲜美 人事关系简单 是个一样天年的好地方了 江青于九月二十九日深夜 单独约见了驻守南院机场的坦克团团长 郑伟 此二人均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的亲信干将 江青以毛主席夫人 中央军委顾问 中央文革组长的名义 要求南院坦克团的全体官兵随时待命 一旦接到命令 立即出动坦克群 沿永定门外大街 永定门内大街 天桥南大街 前门大街 一路北上 配合其他兄弟部队 完成对中南海和天安门广场地区的军事包围占领 9月30日傍晚 为安排11月1日中央领导人吩咐十来处公园与市民一起开展游园活动 而忙了一整天的汪东兴 接获内线密报 江青同志在团和清华分校单独召见南院机场坦克团团长和政委 做军事部署 汪东兴顿时头皮发紧 立即放下手头事务 向华国锋报告 华国封建汪东兴突然来找他 知道有重要情况 便一起进了书房里间谈话室 吩咐警卫秘书关上房门 任何电话文件都不要转进来 汪东兴简报了江青在团和清华分校的活动要点 检阅民兵团发表泄露中央内部状况的讲话 持群带头高呼江青万岁口号 江青私自召见南院机场坦克团团长政委 还动用毛主席的稿费购买生猪三十头 送给清华大学师生员工打牙计 收买人心 华国锋只对江青秘密召见坦克团团长政委一事感兴趣 南院机场坦克团有多少辆坦克 归装甲兵司令部领导 还是归北京卫戍区指挥 江青在军委算什么角色 汪东兴回答 按编制 一个班一辆 每排三辆加一个机枪班 一个后勤班 一个连队也就十来辆 一个营三十几辆 南院坦克团不是满编制单位 我看过有关材料 总共七十几辆苏式老旧家伙 主要用于教练训练新兵 目前能启动的不到四十辆 华国锋问 中央警卫团能对付这三十几辆钢铁家伙吗 一旦他们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冲到你警卫局南长街十八号门 咋办 汪东兴答 我手下的人马只有步兵轻武器 打坦克要用火箭筒 我没有 战争时期是用土办法 几颗手榴弹捆在一起 由战士冒死冲上去塞进坦克底部 同归于尽 华国锋说 那是人肉炸弹的原始搞法 我想知道 娘娘怎么可以私下召见坦克团指挥员 上面还有卫戍区 北京军区 军委三级呢 汪东兴答 老话你是忘记了还是不知道 早在1967年 林彪就代表中央聘请江青为中央军委顾问 这项聘任得到了毛主席批准 发了文 据此 江青自认他有权过问军队事务 华国锋叹气 讲句不该讲的话 主席爸爸晚年对他的这个婆姨太信赖 太放纵了 连军队都让他染指 不管怎样 坦克进程要挡住 这是我们原先那个方案没有预想到的 汪大哥 你有什么办法 汪东兴说 办法当然有 比方说 以修理地下排污管道为名 派挖土机在永定门外大街 天桥南大街 挖他几条大壕沟 比方说 调动大型工程车 在永定门外 永定河大桥上制造交通事故 撞毁桥梁 中断道路 华国锋说 行 要有这个准备 为阻挡坦克进程 难免影响城南一带居民生活 三滴水在大兴团和称万岁 搞阅兵这些情况 要不要和叶帅通通气 汪东兴点头 好 我等会就去见老帅 他已经回到小凤翔 要不我们一起去 当面把最后的行动方案敲定 华国锋想了想 摇头 不 老帅吩咐过 我们三个尽量少碰头 城里到处有他们的耳目 奇怪 叶帅为什么突然进城来了 西山或是玉泉山 不比小凤翔隐蔽些 不是讲好了 叶帅明天白天不参加游园 晚上也不上天安门城楼看烟火 一路上街灯昏暗 汪东兴有意做一辆外表老旧的北京吉普 到海淀区小凤翔拜访叶剑英 门尾把车拦下 不让进 汪东兴的警卫秘书下车出示证件 并在门外耳边嘀咕两句 铁栅栏门才徐徐打开 叶吉英已在后花园里等候 汪东兴立正敬礼后和老帅握手 观照说 外面有点凉了 是不是进屋里弹 叶吉英坐在石墩上 天接夜色凉如水 卧看千牛之女星 外面谈话好啊 不用播放样板戏音乐 坐 石墩上不凉 汪东兴转达华总理的问候 华同志很牵挂您的安全 觉得还是住在西山或玉泉山隐蔽些 叶吉英苦笑 汪局长 老夫正要问你呢 都是邓小平给闹的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他竟坐了汽车去西山找我 后来又找到玉泉山 穿行禁区 如入无人之地 一定要和我见面 把老夫给气的 都什么时候了 他还不消停些 唯恐天下不乱 汪东兴毛发都竖了起来 有这事 我回头严查 娘的 警卫局也不是铁板一块 我看邓小平是人还在 心不死 他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子 也想插上一手 是不是闻到什么气味了 他的鼻子一向很灵 叶吉英压低声音 所以我坚决不见 打发码头告诉他 中央的局面已经够乱的了 他就不要钻出来帮倒忙了 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 闭门思过 可他这家伙说 不见到我不肯走 把我气得又 拍码头警告他 不离开 通知汪局长来拿人 他才走了 这个邓小平 真是拿他没办法 他不是处于软禁监护状态吗 你们警卫局手下的人 怎么放他乱串门 汪东兴说 老帅 这事我要向您检讨 现在负责看管邓小平的 第五大队一个副队长 在延安当过王震同志的警卫班班长 一定是王震同志给他的老部下特别关照 邓小平才可以跑西山 御泉山 这很不好 也很危险 三滴水 眼镜蛇他们 正愁抓不到所谓的 我们和邓小平相勾结的证据呢 叶金英语带怒气 这个王大炮 自作聪明 也坏事的 老夫要好好K他 这一段 他联络参谋是干的不错 但去把邓小平也联络上 话舌添足啊 汪局长 你无事不登三宝殿 又有新动向 汪东兴向老帅报告了江青副大兴团和清华分校阅兵 秘密召见南院坦克团指挥员等情况 叶金英闭上眼睛想了想 说 东兴呢 这次的两虎相争 智者胜 人家抓枪杆子 连坦克装甲都抓上 也是要抢先下手的 局势不容乐观 上次已和你讲过单论兵力 中南海里面 你和话有绝对优势 出了中南海 三滴水和眼镜蛇有绝对优势 回去告诉华国锋 你我他三个 也分分工 你主内争取在红墙里面一网网进 出了围墙 我们不行 我主外 请老帅老将军们分头出马 把北京军区 北京卫戍区和那个首都工人民兵师 糊弄住 拖住 阻止他们冲进中南海里去搞军事占领 华国锋嘛 做英明领袖 毛泽东之后 我们党的第一把手 不会是真正的第一把手了 弱主咯 说着 叶剑英让王东兴的脑袋凑拢些 嘴对耳朵受激疑 叶帅肯定是按医生要求 多吃了大蒜 胃气很重 嘴很臭 10月1号中午1点 王洪文由姚文元 于慧勇 鲁英等人陪同 正在北海公园出席居民联欢 观看总政文工团的歌舞表演 忽然有人传给他一个折叠的字条 他先不忙打开来看 顺手塞进制服口袋里 等到台上演员演完一个节目 他鼓了掌之后 才把字条取出瞄上一眼 随即又塞回口袋 却如芒刺骨 再坐不住 侧身和姚文元交代一句什么 就领着三名贴身警卫离去 他让一名警卫去挂电话 和张春桥的警卫员大雄取得联系 原来春桥同志到中山公园的游园联欢会上露了露面 让电视台和新华社录像拍照之后 已返回钓鱼台九号楼休息 王滬文驱车返回钓鱼台 直接到九号楼见张春桥 交上字条 张春桥先关上房门 拧开收音机 才展开纸条看 歪歪斜斜 字迹潦草 晚上城楼看完焰火 某几位首长将遭到劫持 王滬文紧张的牙巴鼓打站着 他们今晚上就动动手 张春桥脸色铁青摘下镜片 鼓了鼓眼睛 这字条哪里来的 王滬文说他正在北海公园看歌舞节目 警卫员也没看清 是从场子外面传递上来 一写着王滬文副主席亲戚 所以没人拆阅 直接传到他手上 这事要不要马上报告江青同志 张春桥若有所思 自言自语 他人还在大兴团和 下午会回来吧 晚上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 这字条会是个什么信号 王滬文见春桥同志那样沉着冷静 仿佛受到感染 牙巴鼓不再打站站 我看今晚上的活动取消 我们谁都不上他娘的天安门城楼了 张春桥问 你的意思 我们该去哪里 王滬文巴掌一批 我们分头行动 江妈妈留在清华分校部回来 你和文元下首都工人民兵师 我会命令马小六把你们二位保护起来 我和毛远欣则去平谷的摩托化装甲师 娘的干脆和他们撕破面皮 我和毛远欣率领孙玉国挥师进城 完成对中南海和天安门地区的军事占领 兵贵神速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张春桥配上眼镜 仔细地望着王滬文 仿佛在权衡各种利弊 也许王老弟是对的 当机立断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可是之后呢 之后张春桥叹气摇头 红文呀 我是不是也犯袁绍的老毛病 多谋寡断 你的办法看似敢作敢为 孤注一掷 实际上呢 是否失之轻率鲁莽 就凭这张字条 我看很可能是对方的一次火力侦查 妄图打乱我们的阵脚 引我们上当 王滬文问 你说是叶老儿和汪太监他们放出的试探气球 想看看我们的反应 动作 张春桥点头 正是 不能中了叶老儿的圈套 暴露了我们的部署 我们原定10月8号晚上 三中全会的预备会上宣布毛主席遗嘱 公布新常委名单 10月9号10号全国庆祝 还是照原计划行动 他们想抓我们 我们以武力做后盾 先把他们摆平了 他们的公变兵变就流产 前功尽弃 王滬文佩服张春桥 任何时候都沉得住气 春桥同志就像宋朝的那个范仲淹 文若书生 文采风流 手无腹肌之力 胸有百万雄兵 张春桥说 好了 纸条的事 暂时不要去惊动江姐了 今儿晚上天安门城楼照样上 焰火照样看 不会出非常情况 王滬文仍不放心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毛主席生前常说 公变兵变政变之类传闻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张春桥说 时刻警惕 严加防范是对的 但要明白 以叶老儿的老谋深算 大奸俱华 是不可能出此下策 利用所有中央领导人 坐在一起观看焰火 这种公开场合来抓人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本人预测 他们会在10月9号晚上 毛主席去世满一月的时候 对我们下手 王滬文心里又是一惊 10月9号晚上 不正是世界三中全会 开幕的前一天晚上 张春桥说 就是 他们可能派出 十几二十个行动小组 吩咐各个委员们的驻地 把中央的地方的文革派领导人 一网打尽 之后在全会上宣布 他们伪造的毛主席遗嘱 以及我们的各种罪状 把三中全会开成读书会 学习班 用刺刀逼着剩下来的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 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就范 和他们统一思想 共同对付我们这些所谓的敌人 王滬文对张春桥 不佩服 不敬仰都不行 深刻 娘的 人家就是深刻 料事如神 所以我们选了10月8号晚上 掀他们行动 摊牌 谁不举手 老子王司令的手早就娘的痒痒了 张春桥说 红文啊 刚才我在中山公园碰到马小六 他和我摇耳朵 趁着这次游园活动 三千人马全部进了中山公园 肩扛式火箭 火焰喷射器 他们都装备了 只等一声令下 他的三千人马即可翻过围墙 完成对中南海的占领 还说可惜那地道没挖成 王红文说 三千人马进援的事 我昨天晚上就知道了 可以说 这次我们在文武两方面的部署 都高出他们一筹 娘的 其中两千人是改穿了工装的卫戍区官兵 打硬仗的 那条地道用不着了 三千精兵越强漫过 更有效 张春桥说到这时刻 才笑了笑 红文呢 今儿晚上一切正常 不要有过度反应了吧 王红文忽悠决断的说 不行 可以不搞大动作 但还是要给他们一个信息 脑子脑后长着眼睛 张春桥 猝了猝眉头 你想以何种方式放出你的信息 王红文说 我现在就去和马小六商量 今天晚上从中山公园拉出五百人来 到天安门城楼下呼口号 保卫文化大革命 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保卫中央文革 保卫党中央 你看可不可以 张春桥沉吟 红文啊 你像出生牛犊 我很欣赏 不过 今天晚上 天安门城楼上下四周 中央警卫团至少会布防一个大队的兵力 八百人左右 你想过没有 王红文说 我搞五百人的徒手部队 不和警卫团发生冲突 只搞搞示威 这时连志多星张春桥都脑子一盆浆糊 不知该鼓励还是该制止 也闹不清王红文此举是大智大勇还是小伎俩小聪明 他只是想到了一点 红文 那就请你记住 并转告马小六 第一 这五百人从西郊工厂调集 中山公园里的人马一个也不能动用 一动就目标暴露 第二 这五百人必须是徒手的 身上不能有任何武器 第三 完成任务之后 立即返回他们的西郊厂区去 他们肯定会被人跟踪的 王红文说行就按你讲的办 还是你处事周全 若动用了中山公园里埋伏着的人马 就犯下大错了 当天傍晚六点 天安门广场及广场附近街道实施交通管制 实际上是军事戒严 七点 广场上灯火通明 所有灯柱上的广播喇叭都响起热烈寻魂的歌曲 歌唱祖国 前来参加国庆宴火晚会的各大专院校师生 军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 各街区的工人文艺宣传队 郊区县设的贫下中农文艺宣传队 敲锣打鼓 陆续进场 绿袖红裙 在歌在舞 耍石耍龙 自9月9日毛泽东去世那时刻起 中央就下令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直到今天这个国庆节才开进 获准可以唱歌 可以跳舞 可以欢笑 可以看戏 看电影 可以放鞭炮 举办婚庆喜事 他娘的也是憋气 好像死了一个毛主席 全国各族人民就应该哭丧代孝到猴年马院 就是没法禁止人民晚上兴交 1976年9月10月 肯定是全中国妇女受孕率最高的月份 明年夏季 肯定有一波全国婴儿降生潮 晚8点 华国锋打头 王洪文紧随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 纪登奎 陈希莲 李先念 吴德 陈永贵 吴贵贤 苏振华 倪智福 赛福鼎等政治局成员 加上人大副委员长 国务院副总理 全国政协副主席 以及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200多位人物 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 江青是接到张春桥密报 3000人抵达岗位后 从大兴团和清华分校赶回来的 华国锋 汪东兴 李先念等人都面带微笑 一一上来和江青同志握手 滞后 面子功夫不能少 江青和华国锋握手时 发现了什么事的问 怎么没见叶帅 还有徐帅 聂帅 都不来露个面 华国锋一脸憨笑的回答 叶徐聂三帅都年纪大了 身体欠佳 又都是住在西山 向办公厅请了假 王主任 江青妈妈问老帅呢 是不是请了假呀 王东兴立即高声回答 报告江妈妈 三位老帅是请了假 还让我带他们向您至节日问候 200多名中央负责人上了城楼 加上警卫服务人员来来去去 又摆下几列桌椅 就显得十分拥挤了 对不起 只有中央六大机构 副职以上的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 才有座位 有茶水糖果了 其余的部长主任 司令员 政委 就站着抽抽烟 说说话 互相打打招呼吧 谁能想到 这竟是第十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最后一次聚会了 是另一种形式的最后的晚餐 谁是犹大 每个人都像犹大 就是没有耶稣基督 八点半 广场南端的礼花部队开始发炮 向天空释放烟火 一时间 碧绿占亮的天空出现千千万万火树银花 七彩缤纷 璀璨辉辉煌 广场上的歌舞都停下来了 人人翘首 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惊讶欢呼 城楼上 中央领导人也都在仰头观看天空上的奇花异朵 就在这时 这些领导人脚下的金水桥前 突然蜂拥上好几百穿工装的人 警卫部队立即上前鹤令这些人止步 但这些家伙无视警告 冲破警戒线 警卫部队也动作迅速 立即从城楼下的五座门洞里冲出来好几百官兵 训练有素的手挽手组成人墙 和穿工装的家伙们紧张对峙 情况万分紧急 城楼上 汪东兴被叫去礼监值班室接电话 什么人 工人民兵 没有带武器 那你们不要开枪 记住我的命令 一不准开枪 二不能让他们冲进门洞 马上增援 你们要坚持住 什么 他们要见江青同志 他们是来保卫江青同志 可以告诉他们江青同志正由华总理 王副主席 张副总理 他们陪着观看焰火呢 好好好 我请王洪文副主席下来和他们谈 王东兴的秘书已奉命增派部队去了 王东兴快步走到王洪文身边 请到一旁 轻声说 王副主席 城楼下出了点乱子 请和我下去处理一下 王洪文十分惊讶似的 问是什么乱子 可不要惊吓了江妈妈和华总理 王东兴边走边说 好几百自称工人民兵的人 要冲上来保卫江青同志 你说怪也不怪 王洪文顿时大怒 压下嗓门 点直是瞎胡闹 江青妈妈要他们来保卫 把吴德也叫上 一起下去劝阻 肯定是他北京市什么人闹下误会 他妈了个八子 没办法 我来说 你下试说 这一点就会 我那我们下试说 你下试说 我们下试看 那我们下试说